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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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说好声音时上到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满票选手周斐哥 他的个人实力算是非常强的 这个从PK获得满票就可以看得出 然而在组内争霸赛阶段 却遗憾败给了同族选手王泽鹏 周斐哥的失败 小编觉得在选歌上 他选择的他 是中国好歌曲舞台上 获得周化健 杨坤 蔡建雅三位导师推章 并获得年度寄军的王思勇的原创作品 相对来说 这首歌并没有那么高的传唱度 虽然周斐哥在这首歌里 把自己的唱功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因为选歌的问题 还是不敌王泽鹏 而王泽鹏 在这一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大胆选择自己的原创作品 和其他原创选手相对比之下 高低一线 王泽鹏的后来《我又找过你》 唱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而本赛段的半成品 虽然也是原创 但是王泽鹏一开口 就征服了绝大多数观众 这是个创作型选手 也是本季独冠的热门选手之一 有观众觉得王泽鹏 有点像游红明 也有人觉得他像人家伦 不管像谁 有真材实料才是王道 而对于周斐哥来说 命运就有些多喘 往谈周斐哥最终没能挺进五强 这一时还让导师李文现场发飙 但是具体情况目前还不清楚 一切要等7号的节目播出后 如果说周斐哥确实被淘汰了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周斐哥的唱功确实不差 是个好声音鸟子 但是有些时候 光有好声音也是不行的 而以荣耗战队的选手 在本季来讲 夺冠的可能性不大 最有望夺冠的 还得是杨玉盈和王泽鹏 大家觉得呢